那个应该就是我的教室 从这边上楼 从来之后就去前台了 因为是做瑜伽 所以要给一个毯子 加上毯子也是75块钱一个人 这个环境真是他们 这是我的垫子和我的东西 以后我就去电瑜伽吧 真的不知道哪来的狗胆 在42度的教室里 做了一些瑜伽 全身都是汗 哇 我看这个汗 看着我的汗 热 巨无敌热 全程心跳都130左右 各种出汗 高强度 我觉得没有间隙 我真的累死了 浑身出汗 太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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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运动基础的话 绝对要推荐你来这里体验一下 做完瑜伽之后回到民宿 当然要吃这个超级无敌美丽 又好吃的早餐了 我妈妈点了一个奥姆雷蛋 我的是一个肉桂苹果酱配吐司 我很爱吃肉桂 但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吃 现做的肉桂苹果酱 绝了 真好吃 发现了一家很漂亮的店 走进来 看一看 卖很多的甜点和蛋糕 还有面包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哈喽 他们家的盆顶也太好看了吧 点了一杯 不知道是什么的健康的果树枝和一个甜的吓人的小甜点 好像是什么蜂蜜小蛋糕 然后就稍微的剪了一会儿片 也算是数字优秘密的工作了 接下来我们就坐车去巴厘岛的海滩区与斯云码头了 反正就是靠近蓝梦岛的码头 然后住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就坐船去蓝梦岛玩 巴厘岛的交通实在是太差了 这个也就20来公里的路 开了三个多小时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房间 哇好凉快 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酒店 然后就盖了都有吧 刚刚进去